莫扎特的歌劇《唐喬凡妮》 有不少輕鬆 詭諧的橋段 捷克首都布拉格 有人就突發奇想 舉辦了一場非典型的 唐喬凡妮表演 或要參與的來賓 各個衣冠楚楚 但是他們卻全部都泡在澡盆裡面 欣賞唐喬凡妮的經典曲目 布拉格咖啡店的老闆 也是當地的文化活動籌辦人 奧德瑞卡巴薩 八月底在這棟建築的屋頂 舉辦了一場很不一樣的歌劇欣賞會 幾位捷克歌劇院的知名聲樂家 現場演唱莫扎特的歌劇 唐喬凡妮 就如畫面所見或邀參與的來賓 各個衣冠楚楚 但卻全部泡在澡盆裡 手中的香檳杯一旦見底 馬上就有服務生過來 幫大家沾滿 既然是一場歌劇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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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劇 它在开始上来是什么感觉,因为这就是非常似乎的,但是我感觉有新的东西的事,我感觉介买点,我感觉才会有一些东西的帮助。 我们就会有个想法,我们是在单了解课的事情,最好有点昉迷。 我觉得会有注意到人类的样子,会作为我们做好,快要等待动。 削头十几天的演出曲目并非全本的唐侨凡凡凡的唐几个品牌坚调,而是其中知名的几段用漢调。 活动的主办人卡巴萨表示 唐乔弗尼这个名字 用杰克语来念的话 字面的意思是约翰在澡盆 给了他灵感办这样的活动 他还表示以创新的方式呈现文化活动 是保存文化的最好方式 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 全身湿零零衣服黏巴巴的贴在身上 还好澡盆里的水是温的 整场表演听下来 还不至于感冒就是了 记者王沪文整理报道